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我做这个视频是为了探索信仰与人生的道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呼召 想把圣经的精华内容 然后用比较短的文字 用这个视频也好,然后展现给大家 这个呢,我想这样的话可能是容神与人的事情 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看到这里啊,圣经 这是简单一个中文语本 合合本,那就这么厚啊 然后呢,里边其实呢 尽管这个翻译者用这个可以说 用那个最精炼的文字来翻译 可是呢,它涉及到内容是相当庞大 然后呢,圣经呢,这个跨越时间 跨越地理,跨越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文化 理解起来就是可以说 有的是相当有难度的 有的是理解起来跟它是相反的 我都记得 有的主内弟兄姊妹说 他看的,我女儿看的和我看的 就不一样,差距挺大 是吧 所以开心了 还有呢,甚至呢 这个有的这个圣经的专门研究家了 尤其在上个世纪啊 十三,不是上个世纪啊 就是几个世纪以前啊 他们叫圣经批判什么的 然后专门找圣经矛盾的地方 然后呢,不一致的地方 OK,然后去批判圣经 所以呢,这个造成了很多的困惑 而且呢,神他这个拣选了他的选民 然后,然后用先知啊 启示,圣灵启示他们 然后把神的助,神的话语写下来 他是这个肯定有他的美意 有他的善意 那么呢,圣经啊 作为基督教的这个教义 这个根本教义 作为基本上唯一的教义 可以说,然后呢 这个成为这个基督教的基石 而这个基督教文明 又是近,这个近两千年来 尤其这个西方文明 这个文明以来啊 它最主要的这个根基 西方文明可以说基督教的文明 那么在现在基督教本身啊 也遇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是吧 那么在这个上个世纪 然后中国入世以后 然后那个在这以前 玻璃墙的倒塌 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十四亿人口啊 共产共产党统治下的十四亿人口 在全世界这个可以说 各个角落渗透啊 然后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那么最近现在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2020年吧 美国遇到了这个大选 然后导致了宪政危机 那么这种宪政危机 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还处于顶峰浪尖的时候 也是最困难的时候 那么这个危机呢 和这个现在目前发生在全球的啊 虚担全球的213个国家的这个新冠啊 这个大瘟疫啊 结合到了一起啊 整个人类文明变得巨大挑战 在这种面前 那么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 看看神到底在圣经里 给我们讲的什么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 好不好 也请你为我祷告 然后我们一同来学习探索啊 寻求神的拯救啊 神在这个时候 如何来用圣经来拯救我们 拯救全人类 能够引领我们的前面的路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就不做特别的祷告 但是也不妨呢 祷告几句啊 主啊 我们现在出了一个特别的时机 我们愿意啊 签避在你的面前 来学习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求你高谋我们 求你激励我们 明白你的话语 把你的话语活出来 然后把你的话语 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 和社会当中去 解决我们目前的难题 以上祷告风 爱我的主 耶稣救的名 Amen 好 那么呢 我们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我前面呢 已经讲了41讲了 还有最后9讲 那么呢 我给你几个题目啊 你就可以看出一个脉络 我在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这个系列里面 到底想给大家分享什么 OK 比如说我讲的第一讲啊 叫树立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啊 OK 圣经讲的 那么另一个呢 那么圣经里面 除了神以外 下面是人 对 那么圣经讲的 道具观讲的 认识人的本质 和人的特质 OK 对不对 那么他还讲呢 这个整个我们人类 是人类社会 那么人类社会呢 它是有一些单元组成的 那么我们身体呢 是什么组成的呢 细胞 对 那么什么成为人的 成为社会的细胞啊 家庭 OK 那么家庭成为 这个家庭的组成啊 家庭的内涵是什么呢 婚姻 OK 那么婚姻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 他要给你讲的什么呢 这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对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社会的构造啊 有至关重要的 这个影响 OK 那么呢 防止人类变乱了 人类变坏了 圣经里给我们做了规定啊 这个婚姻 婚姻是什么呢 OK 是这个 这个婚姻 是神 是 是由神 赐给夫妻双方的 是与神 是 神 是与夫妻双方 与神 神与夫妻双方 所立的约 从这个角度来看 更高的层次来看 所以圣经呢 不单单是谈一般的信仰了 OK 一些这个为人处事的 一些一些基本的道理的 那么 他在我们的整个 整个社会结构 我们的社会体制 人类文明里面 他对我们有 这个 这个 讲给我们的 OK 好不好 OK 那么下面呢 我在第四十讲 讲的是爱人如己 讲的是 人跟人之间 怎么相互关系 那么呢 那另一个 第四十一讲呢 就是人 不是为人处事吗 那怎么去 用什么态度 什么方式 方法去对待别人 那叫待人如己 是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就讲 这个 人 怎么在生活上活着 我曾经讲过 人生的使命 在于荣耀神 那是最高的人生的 这个境界 和人生的人生的目的 对吧 那么我们 圣经在这个人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对他的日常生活 那有一个指导 OK 有指导 那么第四十二讲 那是什么呢 勤奋努力 开脱进取 对不对 这个 我们中文有一话 他说 万恶揽为首 OK 百叶 勤为先 OK 你要是这个 有很多恶的 有很多恶的事情 杀人 放过墙间 恶不做的事情都有 但是呢 在我们中文话里 有一句话 万恶揽为首 当这个 这句话呢 对我们人生成功 至关重要 那这个至关重要 很多的事情呢 如果呢 你勤奋一点啊 可以不救 你勤奋一点 可以把这个 这个事情啊 可以做好很多 不勤奋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勤奋一点 是不是啊 那你就可以做成 别人做不成的事情 勤奋一点 因为很多事情 需要做的 很多事情 需要动脑筋的 OK 所以我讲的 就是勤奋努力 开脱进取 开脱进取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做人啊 做事 OK 做人做事 然后称家立业 然后走向成功 一些必备的 基本的音乐 那么这个圣经呢 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他有非常好的指导 大家知道 那么平常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啊 这个老师跟我们讲的 品德课所学的 对不对 那不同的民族呢 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有的人就说啊 人生在世 吃喝二世 然后呢 这个说过去我们讲 那个上个世纪啊 像我们这五十多岁的人 就是讲那种的 那统治阶级啊 他们就是说 这个坐在人民头上 做为做福 就是说 他们认为呢 可以不靠努力 然后只靠自己的 这个 这个 统治阶级的地位 可以剥削别人 过这种舒服服的日子 他们认为这是幸福 对 他认为是幸福 但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什么呢 他要邀请我们 勤奋努力 开拓进取 OK 下面呢 我们都一条一条地看看 圣经啊 他在我们这个 做人做事上 怎么教导我们 勤奋努力 这个 开拓进取的 因为圣经啊 作为圣经 指导我们人生 指导我们的 最高的这个 这个著作 OK 我们认为他就是 我们的人生的原则 人生的原则 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那么 他的话语 就是我们 这个指南 他怎么讲啊 那么首先说 圣经啊 他是鼓励人勤奋 有的社会 有的阶级啊 你说贵族啊 什么的那个的啊 还有的这个 家里这个靠吃爹啊 坑爹啊 这种事 但圣经里讲的事 不是那么讲的 圣经怎么讲的 鼓励 鼓励 这个圣经首先 鼓励勤奋 OK 所以这个罗马书啊 我们看一下啊 罗马书是圣经里 最主要一件书卷 它被人为是 这个保罗审学 伟大的宝库 是在这个 新约 旧约 新约两卷书 这个新约里面 它位于第六卷书 第六卷书 那前面的四本福音书 在后面一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上以后 马上就是保罗 他的罗马书 他当时写给罗马的啊 那新约两卷书说 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 OK 在这个第十二章 OK 第十二章 非常重要的书卷 第十二章 在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说 殷勤不可懒惰 听了吗 殷勤不可懒惰 说得非常明白了 殷勤不可懒惰 首先说是殷勤 请快啊 hard working 干事 是吧 那个 该着起床的 这个早起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做事的时候 不能这个偷懒啊 是吧 动脑筋 动手 动脚 OK 是吧 你看看你做事的时候 就算炒一个菜啊 你慢慢腾腾的时候 你可能搞了一个小时 没炒完 没炒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尽快一点 动了脑筋 安排好了以后 把那锅啊 四个盘 炉盘一打开 这个是炒这个菜的 那个是炒那个菜 这个是猪汤的 这个是蒸馒头的 OK 一会儿都出来了 干嘛 勤快 中国有一个话 就勤能捕捉 捕捉 是吧 这个花勒冬说过 一份辛苦 一份收获 是吧 一份辛苦 一份收获 是吧 这是很明确的 就是 因勤不可懒惰 要心灵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教会里啊 就是有讲究这个服侍 这个服侍呢 是方方面面的 因为教会有五大功能吧 是吧 这个崇拜 是吧 团祭 关顾 然后传教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这方面呢 他需要各方面的 都需要服侍 需要人来做 神在动工 然后让人来做 对吧 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要这个 就是要崇拜神 那肯定有唱诗的 有讲道的 是吧 还有放幻灯的 是吧 现在 还有搞接待的 大家坐那里 然后疫情精神的话语 这就是一个服侍 对不对 这是服侍 他说 心里活着 常常服侍住 那么呢 他讲这个 殷勤不可懒惰 OK 懒惰就不可以 你懒惰了以后 就说了惩罚 你懒惰了以后 就不能成事 这个是成事 你看看有的 有的孩子啊 这个前面做 做辅导的 他父母 这个都是大学生 然后呢 上的学校也不错 但是他有一个缺陷 就是不能起床 怎么着 对不对 到点不能去上课 那你想想 这样的学生 老师讲的课 他能动脑筋思考吗 他能认真的 按时去完成作业吗 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他好好去写吗 OK 对不对 所以他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懒惰 他就是考不及格 对不对 又考不及格 好不好 那么有人就是懒惰 他平常的时候 小聪明 一个学期四个月 对 那么前面的三个月 他不干事 他因为他聪明 我不学习 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给突击 我考一个月的 分比不少 他给别人攀比这个 是不是 懒惰 小聪明 那知识需要 好好地掌握的 OK 殷勤不可懒惰 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 在教会里也是这样 你在社会上 工作也是这样 到了哪里 人们都喜欢 殷勤的人 对吧 因为他要产出效率来 他要出产品 OK 那你出产品的时候 他就需要工作效率 OK 那么呢 你要是殷勤 比较勤奋 那么呢 你可以一个小时 干两个小时的活 是吧 如果懒惰 你三个小时 可能干不完一个小时的活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那么 一定要是殷勤的 那么我 我非常感谢 在我们家的师母 就是比较殷勤的人 是吧 对吧 我的爷爷呢 从小的时候 早晨起来 四五点钟 就背着筐子到外面 去做他的工 OK 那虽然一个老人家 然后每年呢 做了工以后 还这个 把东西收集起来 然后晾干以后 卖钱做肥料 还满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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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 这真的 我都特别学到了 这个 那么呢 那活着 然后呢 那么在圣经里 有一本旧约的书 那叫真言 大家都听说的 那在诗篇的后面 那么真言呢 他的作者是所罗门 他是美国 是那个 当时那个 这个犹太的 又王 所以我说 所罗门怎么说 他说 懒惰的人呢 你要去查看 蚂蚁的动作 就可以知道智慧 那蚂蚁 他是一群 那么有蚂蚁 有个王 其他呢 就是干活的 他跑得很欢的 是吧 然后呢 他几个腿 这个我也不太记得清楚 是六个腿 是八个腿 他跑去的时候 然后呢 他会举起那个 比他重好几倍的东西来 然后把他拖着 然后拖到自己的窝里去 我也没有知道 任何的蚂蚁 去抱怨 他就甘心乐意 做这个事 做这个事 对不对 你查看他们 我们真的 圣经里鼓励 勤奋 不可懒惰 鼓励 不可懒惰 所以呢 勤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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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困难 那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能够考上大学 然后上了研究生 然后做了这个 读了博士 最后到北大做教授 然后多大高级科学家 这一路走来 是吧 最根本的一个字 不一定是我们多聪明 勤能补助 殷勤不可以懒惰 殷勤不可以懒惰 然后勤奋努力 那么都克服到 特别多的特别的困难 我最早来多伦多大学 从北京大学到这来 为了保住的移民身份 OK 那在那个实验室 我们就把一个小鼠 把它鉴定出来 是什么基因型的 那么过去都没做过 我是世界上首次开发 用PCR 用这个多具迷恋反应 把它割缝开的 结果呢 真的搞成了 对不对 最后我就保住这份工作 移民 最后也成功了 对不对 对 那么是殷勤不良的 OK 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 圣经呢 它是鼓励做事的 OK 那不是圣经 一天天 大家签下读经 祷告是吧 这当然重要 是必须的 基督徒的生活 那么对我们 现代基督徒来说 圣经鼓励我们做事 怎么看的 怎么鼓励的 在这个马太福音 第五章 十三到十四节 OK 他说 你们是 世上的盐 若盐失了味 就怎么叫他再闲呢 以后就没用了 不过 不过丢在这个外面 被人见他了 OK 他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 成造在山上 不能隐藏 耶稣啊 他说 他是圣经里 核心的人物 整被圣经 从旧约到新约 都贯穿了耶稣 他的教导 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遵守的核心 那么即便是 你不是基督徒 你还不是基督徒 那么耶稣的教导 对你还是很有帮助的 刚才我给你读这个 马太福音啊 第五章 十三到十四节 OK 这就是耶稣啊 他叫上山保训 登山保训 著名的教导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OK 那么在这个第五章啊 第五章 第十三到世界 他就把人呢 比作光 比作盐 在那个年代 那比作盐 比作光啊 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那时候的盐呢 不仅是调味的 防腐的 而且作为货币使用的 非常珍贵的东西 但是你作为盐 你得做事了 盐干嘛 防腐啊 吃着带咸味的 是吧 如果你这个 没有味道 你不做事 没用 OK 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 耶稣也讲到 非常是实用主义 对不对 你作为神的儿女 你作为基督徒 你在家里也好 作为丈夫 作为妻子 你要把你变自己 变得有用 变得有用 你要发挥你的作用 你是 你是儿女 你现在 要专心好好学习 是吧 把成绩搞出来 好 这基督御业 是吧 让父母感到光彩 是吧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要给神天光 增光天彩 我们感到让神感到荣耀 是吧 不要天天打游戏 是吧 然后去玩耍 是吧 要真正好好做事 娱乐的时间应该是有的 但是娱乐的 不在娱乐不是目的 是吧 娱乐 我们是 娱乐是让身体恢复健康 让得到人生的品质 是吧 那么最终呢 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是光 你要是炎 对不对 这个炎是个基本的水平 基本的工作 那么是光呢 你要去照耀 你现在的 你可能是个领导 你有思想 你可以照耀周围的人 让他们的黑暗去磨去 负面的东西 可以散去 然后让他们 从一个犹豫症的人 让他们变得刚强起来 让他们充满信心 是吧 不再失望 不再绝望 让一个焦虑的人 不再焦虑 而是满怀信心 是吧 那么神有医治的大能 是吧 以后会分享 对不对 神是他是医治 所以呢 你要他是鼓励我们做事 圣经鼓励嘛 都是要是光 要是炎 这时候呢 一个是勤奋 一个是做事 第一时候呢 做事还不仅做事 常常被人误解的是什么呢 圣经呢 以神为大 我们啥都不是 OK 这是误解 这是误解 神呢 这个 他让我们学习这个真理 是让我们刚强的 让我们壮胆的 让我们有能力的 让我们从神的那里 知取智慧的 这里像什么 神呢 他是让我们不仅做事 而且做大事 我们做基督徒的 信主的人 是吧 我们靠着神 为了神 事光事严 做工作严 还有什么呢 要做大事 你看耶稣怎么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的 OK 那约翰福音啊 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是吧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去做 OK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 这耶稣啊 他这个早就预言 他自己要走向十字架 最后要扶到身边 这是耶稣第一次降生以后 那么他的门徒啊 就是跟着他们 他们想望天国的生活 想望天国生活 但是耶稣他要先走一步 先给他预备 预备到天国的去 预备地方去 那么他们呢 耶稣啊 走了以后 要鼓励他们 把他有一个遗言 是吧 就是这个大使命 天上地下 全民都授予我的 所以你们要去 让万民做我的门徒 封四十圣人 跟圣子的人 跟他们施行 那么以后我会分享这个事情 OK 那么这个 那么耶稣呢 他要走了 他告诉的门徒 最主要的话 也是对我们基督徒 千万不能忘记的话 耶圣经教导我们 不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是软弱 不关心世界的事情 不做事 不做事 然后呢 只要在教会里 好好祷告 做一个品行专政的人 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呢 OK 那是基本的要求 都是很重要的要求 那么你不能顾此失彼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对着说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 我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耶稣传福音吗 天国进来 你们要悔改 是吧 要传福音啊 他到 到他家乡传福音 他到 到教堂里去 到堂会里去传福音 是吧 这个我们当然要做了 是吧 当然要做了 他还做了很多教导的工作 做这个做 他说告诉你们 这民徒啊 你要做更大的事 因为耶稣他带了那么多门徒 我们都是 现在有二十四人 OK 那么现在很多人 其实就在做更大的事情 耶稣当年的时候 也没有把福音传到十块帮去 是吧 对不对 是保罗的传到外帮去了 是吧 那么使用那么多商人 基督徒 把他传到外帮去了 现在有面临着那么多挑战 这么多问题 对不对 那么现在耶稣 在父神的右边 是吧 他要再来 但是在没来以前 地上的事谁来做啊 他的门徒教会来做啊 后面分享的 所以呢 他让我们做大事 你这个大事呢 可能是在你家里做大事 OK 把你的孩子培养好 OK 你在单位里做大事 那么在单位里呢 把你的生产搞好 把你这个 你要是做组织领导工作 把这个领导好 那么组织在一起以后 那么最后形成一个结果 就大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需要基督徒们团结起来 一心一意 在耶稣的这个指引下 战胜撒旦 战胜魔鬼 战胜撒旦魔鬼 让这个 让福音最后传到每个人 那么等福音传到每个人 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 耶稣就再来了 到那个时候 是不是 耶稣再来的时候 心天心地人 我以后会分享这个事情 好吧 要做大事啊 OK 做基督徒 不要因寻守救 不要听来的现在 要做大事 OK 不丢人 是好事 好 你就好好做 对不对 你让神得荣耀 你自己心里也得满足 好不好 OK 还有一个 就是说呢 鼓励勤奋 做事 做大事 还有呢 圣经鼓励进去 我常常也被误解啊 我们靠着自己 然后去努力 然后最后结果 可能是吧 这个人出人头地什么的 对不对 我现在做这个 这个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 也有可能 这人这是什么 你有这个水平吗 是吧 我没这个水平 你有啊 是吧 圣经告诉我们 鼓励做大事呢 OK 你不尝试 你怎么知道啊 你不尝试怎么知道 所以呢 圣经还鼓励我们进去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啊 第十三章 第十二节 他怎么说的 他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有的也要拿去 这在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啊 第十三章 他讲了一个故事 那么呢 讲这个故事就是 把这个 把这个钱财 分给不同的人嘛 他有的人 分了这个钱以后 他把它藏起来了 埋到地里 结果过几年以后 一个没涨 那有的人呢 他分了一些钱财 他就把这个钱呢 他做了投资 他把他这个 做了产业 结果呢 他这个产业变大了 OK 就变大了 那么耶稣这儿就告诉他呢 要鼓励你进去 他鼓励你进去 那么说呢 你有的呢 还要加给他 那么你有了 然后给你这个资本 就像种子一样 你这个撒在地里 那么呢 他开花以后 他第二年 涨很多嘛 但是呢 把这种子 你把它吃掉 你把它吃掉了 你本来应该撒在田地里的 是吧 或者说你把它埋 把它埋里了 它不发芽 它最后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呢 那么你有的神鼓励你呢 给你加钱 那么我们不是贪婪 要好好为了这个神的国度 去投资 做我们这个信仰的投资 做我们的智力的投资 做我们的知识的投资 做物财的投资 我们信耶稣 并不是让我们贫穷 不仅是不让我们精神贫穷 也不让我们在物质上贫穷 那么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 一定给别人比个高低 是不是 我们也不羡慕那个 他们只是为物质追求的人 那么我们在兼顾了 那么有的 他要加给你 没有的 然后你不去做 OK 把你有的坑都给你拿掉 他不鼓励你 这个不做事 因随守旧的 保守的 那这里并不是说 我现在追求师 追求这个师啥 同性恋 大马合法 这不是 这是堕落 这是堕落 这是邪路 这是歪路 这是歪路 那么呢 那么我们现在鼓励什么呢 圣经鼓励我们 勤奋 鼓励我们做事 鼓励我们做大事 还有什么呢 要鼓励我们进取 好不好 OK 所以说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OK 圣经是非常有用的 圣经呢 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给你的孩子 给你的朋友 是吧 好好一起分享 教育你的同学 对不对 他们觉得人生没有动力 是吧 好好学习圣经 展望圣经 神天天在指引你 告诉你 是吧 你要努力 你要进取 你要开拓进取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造出新的产业来 这个清洁的农员 是吧 这个光农 是吧 还有这个环保 是吧 还有呢 这个 方便们的 把我们的水给洁净 是吧 让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洁 好不好 这都是很好的 好 我今天呢 就把这个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 就是说勤奋努力 开拓进取 这个道理 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分享转发给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还有特别深的学生 然后鼓励他们 是个学习圣经 然后呢 这个转发点赞 右下角 那个subscribe一点 然后呢 就可以订阅上 下次再讲的时候 随时你就可以得到通知 而且呢 你会这个 通过你这个 简单的一点机 就可以这个 鼓 就是促进这个 福音的广传 让更多人受益 好不好 做善 行善事